我们先准备150克的面粉 加入2克的食盐 10克的白糖 用筷子将它们搅拌均匀 中间窝一个小洞 加入2克的酵母 用80克的清水和面 先将酵母化开 然后边倒边搅 加入清水 搅拌成这种棉絮状 下手揉面 面粉比较少 以下就能揉成面团 大概1分钟左右 揉成面团之后 这个时候加入10克的食用油 有黄油的话最好用黄油 将油揉进面团里面 揉至光滑 然后收圆 搅上保鲜膜 发酵至2-3倍大 发酵好的面团体积能够明显增大 手指沾上面粉搓下去 不回缩 打开有非常多的蜂窝孔 这样就可以了 移到案板上面 撒上干面粉 进行充分的揉搓排气 揉回变成原来的大小 底部给它收一下 揉成一个圆形 再用手掌将它按扁 用擀面杖将它擀薄 擀成比锅具稍微大一点的圆饼 然后用擀面杖将它一边卷起来 煎饼铛开火 预热10分钟 然后关火 刷上一层薄油 将饼坯放进去 整理一下旁边提起来一圈 用手指轻轻地按压一下 按满一整圈 然后用叉子在中间扎一些密实的小眼 扎眼是为了防止它在捞的过程中鼓起 然后盖上盖子发酵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准备一点青豆 一点玉米粒 水开之后下入青豆煮一分钟 再下入玉米粒 再煮一分钟 捞出备用 再准备两根火腿肠 斜着给它切成长一点的片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饧好的饼轻轻地按压 非常的松软 然后在表面刷上一层番茄酱 然后再撒上50克的芝士碎 然后将青豆和玉米粒给铺上去 再摆上火腿肠 摆出自己喜欢的造型 在表面另外撒上50克的芝士碎 这时候电饼铛就可以开火了 用中火烙 先只开下火烙八分钟 再开上下火烙两分钟 焖一分钟开盖 哇 这个颜值真的是非常的诱人 轻轻按压饼边立马回弹 饼已经熟透了 然后我们给它出锅 这样我们自制的披萨就做好了 简单 美味 看上去就非常的诱人 自己在家里做干净又卫生 关键是非常的实惠 比外面买的真的是划算太多 然后我们将它切成小块 看一下 拉丝非常的明显 口感一点都不输外面买的 非常的香 咬一口满满的芝士 搭配上青豆和玉米 真的是超级的满足 饼皮焦香酥脆 比烤的还要好吃 感兴趣的朋友也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点个赞 关注一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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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